今天來講,就是感興生物 講完,其實今天為何飆了這麼多 主要就是因為出過三胎政策 但這些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你一個家庭可以生三胎 但為什麼會讓你生三胎呢? 因為你二胎其實不是很多人願意生 其實你開放到三胎 有效果都未必很明顯 但市場上短線刺激 如果你想找一些相關的有機會受惠股 還有好像向上突破的股份 感興生物其實可以一直留意 但今天去到現在這個時刻 最終是上映線的 要小心 如果大家追的話 看看到底是不是要寫一隻糊 或者你想追進去的話 你向下 我覺得其實未必需要說他打到這麼划算 你去回之前那些高位 他都可以讓你吃回到21.15 都要想想看是不是要走 你再向下 就是對穿18.66 或者17.84 都要真的走的 不要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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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擺了